午夜接近12点 警方鹤枪实弹上门 房间内情况一度混乱 台飞两国警方优势紧力 当场压制赤裸上身的男子 他就是永和分散再逃主贤OZ 他拥有美国以及以色列国籍 犯后搭机逃往菲律宾躲藏 OZ为什么飞往菲律宾躲藏 因为他除了有双重国籍 在那边还有女性友人 帮他接应 警方查出 这名飞机的女子C女 负责OZ菲律宾大逃亡的 食衣住行 援警透过他的朋友圈 才找到人 因为跟他非常密切 关系密切的一心友人 怀疑是一个重要的关系人 我们由这个女性的活动 他的踪迹来做突破 回顾整起案件 8月21号 加拿大籍的外师Ryan 在永和的河堤公园 惨遭杀害分尸 凶险24号凌晨4点 打击飞往菲律宾的马尼拉 随后由C女接应 警方算联系上了飞国警方 但案件陷入胶着 直到28号 永和警方接到宪报 在菲律宾的一间饭店 看到凶险OZ 专小组急忙飞去 9月5号 在菲律宾素有大毒窟 称号的黎萨省公寓内 抓到人 来看看他发案之后 一贯的神态自若 出镜时背着包包 拿着手提行李 对比被捕后 依然站着直挺挺的 而且不认罪 保持揭末 根据警方推测 RUN跟OZ 是台湾大麻的大盘商 过去是毒品声音上的好伙伴 疑似金钱纠纷 引发杀机 残杀后分尸 台湾警方 透过国际形势 互惠原则 要引渡OZ回台 将分尸残的犯罪拼图 最后一块拼起来 还原真相 记者杨中盛少子兰小组 台湾道